房子的正面,我们更要做的仔细一些 现在有两个师傅在上面钉开盐 钉完开盐之后 再从下方钉掉盐 三间正屋加上茶室 我们已经钉好了瓦条 只有厨房的那一边了 现在木匠师傅做的是盐口的木条 相当于这栋房子 所有的边都需要做 这也叫开盐 待会儿要做钓盐 这边还可以再做一块 相当于瓦片 就盖在开盐上面 盐里有瓦片 盐里有盐 大概只有两指到三指块 中间是盘了磨线 排做成这样的一个斜面 瓦片就放在这上面 这边都是做好的 这底下钉的就是开盐 瓦片就盖到这个位置 多余的瓦条都需要锯掉 改造老房子 有很多坑 我们能避免的 尽可能都避免 就像这块位置 我们封了砖 领子就要架在砖的上面 但是这个位置 它是没有挑手的 我们就用四块大的木头 从那个位置接出来 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挑手 承受力完全是没有问题 这边的领子我们就架在这个 刚做的挑手之上 这就是一个小细节 一个小小的改变 解决了很多很大的问题 如果不做这个挑手的话 屋檐滴水 可能就滴在了上面这块位置 水就滴不到水沟里面 所以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所有的师傅 我们都是边商量边做 这个屋檐我们做的是挺宽的 因为在它的底下是埋的有排污管道 再过去才是羊沟 现在我们这样子盖瓦 定好瓦条 以后屋檐滴水 直接滴到羊沟里面 还有这个吊盐 一般的房子 好多是没有吊盐的 只是上面钉了一层开盐 瓦片放在开盐上面 但是加装了这个吊盐之后 整体的就好看多了 而且它会牢固了很多 把这些瓦条全部连成了一个整体 到时候我们买一些漆 到时候我们买一些漆 过来刷一下 会更好看 房子的正前方这块 一定要整齐 钉开盐和掉盐的时候 然后要用线掉下来 然后再看这边 我们上溪这边叫做盖盐 意思就是底下的这块水 你把屋檐滴水的话 要敲出这个位置 相当于滴水要滴在这个盖盐的下方 就像前面这边 把长的瓦条全部锯走了之后 再钉掉盐 所以木房子看起来是比较简单 实际上需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 每个位置都有独特的用处 现在师傅锯的 这是茶室下方的瓦条 给这个食物 嗯 现在在里面 酱铁 贼一股 切得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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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 饼 这边的瓦条已经订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很平整的 订好瓦片之后就很漂亮了 今天风比较大 后面上很多乱花 今天一直没有下雨 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订好了瓦条之后 过两天我们就可以开始盖瓦了 那现在师傅们已经把三间正屋 还有茶室的开盐钓园 还有瓦条 全部都已经订好了 只剩下了厨房的那一间 明天我们接着继续过来改造 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处理吧 整栋房子以后就好用了许多 所以说朋友们改造一些老房子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千万别去踩坑了 好了我是石头 喜欢请关注康剧别院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 拜拜